今次看看这条式 这条式就是说到5x的平方加2y的平方 等于98 由于一个variable 今次是depends on另一个 有一个这样的dependency 我们只需要看一个variable 今次执个x拿来缩窄一下它的范围 看看会变成怎样就可以了 要缩窄要说到要缩窄x的范围 即是5x的平方这个东西 然后最具体的做法 我们就当这个y没有到 即是5x的平方等于98 那等于98就约莫等于100 那我就说这东西就少于100 那既然是这样 那也就是x的平方就少于20 那我们一下子就解出x的平方 这个东西就等于有五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0 1 4 9 16 就是这么多 那然后呢 其实这五种可能性呢 解出来还是有很多 那如果我们开完方之后呢 那有9种可能性 那就更复杂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又要进一步再缩窄一下这个范围了 那我们再看真一点这一条息呢 那这个加2y的平方呢 那我虽然不知道y是一个什么的数 那但是2y的平方出到来呢 这一整个东西呢 就一定会变成偶数 任何一整个东西 乘以2出到来都是一个偶数 那右手边呢 这个98 都是一个偶数 那既然是这样 那这条问题就会变成 一个偶数 加些什么 才会是一个偶数呢 那这条问题呢 就间接夹住这个5x的平方 就需要是一个偶数了 那我们不需要理个m的 m就是普通的一个整数来的而已 那既然是这样 它需要是一个偶数的话 那由于5 这个是一个基数 那基数要乘一个什么 才会等于一个偶数呢 答案就会夹住这个x的平方 必须要是一个偶数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选择就会少了 那就是x的平方这个东西 就不可能等于1 不可能等于9 那如是者 x就不得很多选择而已 那第一个就是0 那对应4呢 我们就会有正负2 然后对应16呢 我们就会有正负4的 那然后呢 我们就会有x的 这三种选择 又或者你拿正负的话 就这五种选择啦 那我们呢 就可以丢回 塞回去 去原本的这条式 那得到出来呢 我们就会有 y的平方这个东西呢 又不是很多选择而已 那对应0来说呢 我们会有7的平方 对应正负2来说呢 我们会有39 那而对于正负4来说呢 那我们会有3的平方 那之但 39呢 今次不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那就是我们 y的平方来的嘛 我们要开方 那而且我们又要找整数解 那开完方之后39呢 那 那 他一定不会出整数出来啦 那既然是这样呢 那我们今次得出 只得两个colum 对用的而已 那就是0 和正负4 那也就是 只有这两个东西 那我们cost over 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们今次要找到的解了 那所以今次的解呢 x 和y呢 分别会等于 0 7呢 0 然後有 4 3 4 3 4 4 3 3 最后就是 -4 和-3 那啊 就是有 1 2 3 4 5 6 这6组解了